新疆 善恶岛头终有道 人间正道 永世沧桑 现在天津大学里边都有相声手段 这是一个好事 北京应该这样 严格的说 全部各地都应该这样 为什么呢 弘扬相声 因为现在相声 尤其是电视上的这些讲相声的 确实有点过分 不像相声 相声没有没那儿的 人物比较 这是我相声师傅给他们提出来的 相声没有结构 没有出品见的 当然现在时代飞速发展 过去三番四斗 现在的观众可能等会了 两番一斗 或者一番一斗 不够了 但是呢 还是得有结构的 我们讲的就是电话 过桥 正活成 没有这个结构啊 它是算一个完整的相声 现在啊 俩人一上来 一男一女 在踏上折腾 哈哈哈哈 还不知道那是干啥 对 这俩家伙 这是我们中系上届的同学 哎呀 我 冯龙老师伴雷 我们也是冯龙老师伴雷 如果我们在伴雷上都没学呢 哈哈 因为我们的理念 冯老师比较反对 我们上来要求去报彩人地理读 冯老师就是坚决反对 却是没有什么用 结果到了第二年呢 办理说讲相声的这方面 它不能叫说相声 讲相声 或者表相声的这些呢 一个个个嘴里上都 就是比亚兴的还惨 哈哈哈哈 现在都是男人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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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阵我们在取校学习 它都是有规范的 上来第一年 先学十八愁 拿着玉子板 鼠酒寒天 老风搜 这么敲着打 不唱 敲着打 练新版 练你的节奏 该快的快 该慢的慢 练这个嘴里头 一年 一年天天十八愁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年上半学期 才给你报彩名 全体报彩名 半年 半年报彩名完了 下半学期 有霸善平 有杨耀方 跨住宅 到第三年 才有鼠来宝啊 对春莲啊 到了快毕业的时候 才拍分合班啊 这节目 他都是有规范的 不能一上来 就说一个耳人表示的 那个 当然我也记不清他们 那叫什么女本 啊 我是真不爱看 确实不知道两人在干嘛 可以叫二人滑稽 啊 叫 二人搞笑 都行啊 哈哈哈哈 这啥呢 这想啊 你要在天津茶馆 能把你打死呢 哦哦哦哦哦哦 天津茶馆没有 没有 没有您各位这么年轻去听书的 那日我师爷金文生先生在天津说书 那我高峰 这都算最年轻的了 啊 这我们都属于例外 听书的没有女同志 就有俩老婆天津说 哈哈哈哈哈哈 来给你同志的 俩老婆发生看着今天了 哎呀 天天去 送上袜子呀 送的什么吃的呀 别说话了 老婆闺女在香港 香港带点什么 哇吧 香港的烟啊 什么给老头 就那么两个老太太 剩下都是老头 最年轻的五十多岁 嗯嗯 最大的那九十六 哎呀 其他 听那阵 在金先生那儿录音 听到下半场 下半场快结束的时候 马上都说扣了 关键的地方 这齐叶春走 就到包袱头 他绝对搅和一下 嗯 而且走还跟物理人所有人大招呼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伙不好意思不理他 九十多岁了 啊 今天就得来一句 雪盘走 听那阵录音 都有这句 那阵 天津的书馆上有意思 七爷火了 天天都来 天津真正火的就是金文生先生 其次是刘亦福先生 还有景霞季先生 那阵在燕泽说大不易 啊 我听过一次 连我盯着听金言 别让我管你听 季老太太说的也好 那阵可能五十来岁 哎呦 这老头们横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说的确实不错人家 那样大不易 金言那阵在长寿园 长寿园那屋能做六七十位观众 比这屋大 这屋可能三十来位 那长寿园那屋子得有两个这么大 有一年轻的 染黄头发 给张云来那个黄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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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黄子都不分了 做最后一排 别人都乐 他也不乐 清神都不乐 我们这俩天天来 我们说这有意思 我们那是还研究他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看这个时尚人听书啊 我们都表示差异 有人在看书 那是松枝吗 他怎么能喜欢这门艺术 因为这是挺传统的 这现代北京听书的 年轻人就多了 这也是我们先生 郭曾福先生 郭曾刚老师 因为我是他西河门 我是报他西河的名门 我要报我郭曾刚一门 有点大腕的潜意 一般我就郭曾福 报郭曾福 连张云来都不知道是谁 哈哈哈哈 真事 郭曾福是谁 哈哈哈 确实知道这个名字的少 服务受洗 但不仅限收了四个地图 他说说的底下 年轻人开始多 这是好事 现在北京有 轩南 连立如 连先生那样 王月波呀 有 朱兆良他们 北京派的评书 可能 马齐 马先生 前的日子也说过 这确实是好事 不是说同行是冤家 你北京就和人社说说 别说都不说 那就完了 那就这门艺术离死就不远了 他开得越多呀 说明大火越洗越管 当然要是都干活了 那就开始打了 哈哈哈 这行就是这样 不活的时候啊 是一块努力想办法弄火 火了以后 一个团子都开始打 哎呀 天津 刚出余宝文冯宝华 两位是一场 因为非非两块钱呢 还是一块钱呢 哈哈哈 俩人也学的 真是 能是 能是余先生啊 这一场啊 多拿着一块钱 哈哈哈 可是冯宝华 冯先生就能得 冯先生就不乐意了 平时我能得大了 我就比他少一块钱呢 俩人也学的 余宝文 余先生成立 哈哈笑 收了一批土地 称呼为马树春 冯的爷成立重游 找天津这些老先生 孔手本佟先生啊 什么尹孝正尹先生啊 刘文部啊 这都是那个时候 这才有的向日大会 那阵北京呢 就是北京向日大会 德云社的全身 那阵真惨 我来过 在华盛天敲 真没什么人 赶上我师父办专场 说四段 当初那四段 割现在 那我们行话中 那叫活呀 这活挺硬的 头一段我记得是 邢文昭 邢先生啊 陈故事归 这个 那道头 还会这么一段 因为这段在天津没听过 北京有很多当口啊 天津听不着 包括德云社现在发掘的这些传统 天津没有 二一段 是我先生 跟 跟谁呀 能跟王文林先生 说的学小曲儿 底呢 我先生跟张文顺先生 说的卖五七 当家跟李京说的 双学济南话 可能还有一段 是跟李文山先生 还是跟谁说的 叫什么 哦 跟王伟波 跟王伟波说的那叫 杨来如血状 这四段 真是很 很硬和的四块货 张哥现在 他感觉专场说这四段 那底下观众就太享受了 说的确实好 底下才多少个人 十个人 还算上我们天津来的 三个人 十个人 那个 就说那个时候相声 还算低谷 基本上都快 灭亡了 因为说相声 大部分都不干相声 不赚钱 而且也 还 会的也少 再说实话 这些 主流奖相声的 真正 像我们 当然人说的确实好 但是会的太少 一个人可能会三四段 就算不错了 那怎么能 天天靠丸子 我们这最少一个演员 最少的得会五十段 才能在这演出 你说会十段 在这没法演动 因为你演一周就得翻头了 天津这点就好 整个团夹一块 可能五十段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人 真的 不是说 说 确实我在天津那阵 上完取校的 茶馆听相声 基本上一个月 就把全团的录音 都录过来了 但是人家呢 说的确实好 一方说 隐销生先生 可能就十几段 但是十几段 拿出来呢 确实 就是 段段好 谁也拼不过人 我说我们现在 有的那个段子 像偷福子 这还是隐销生先生 挖掘的 但是隐先生呢 是偷的姜宝林的 这玩手都互相偷呗 你说我们跟谁学 我们跟杨树同学 我疯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不越学越念多吗 诶 念学不会 那可不得往好来学吗 不 有点发誓 包括 包括天津的 马志明 马先生 他也是往上头学的 他也不可能跟下头去学的 都是这样 有时候 偷我向上 不存在这个 过去 老先生都是这样 没有说谁偷谁 天天这点就是 急 急让我反感了 这段子我咬 不准别人学了 一咬你死了 不就没了吗 这段子 哈哈哈哈 干嘛不让别人学呢 应该是 不能保守 德议社这样就好 随便不 随便拍 发网上才好呢 嗯 还能给我们羊半呢 咱们先也少去 输为正断 你怎么坐那儿去 一般 一般坐侧面的 都是听大呼的 哈哈 哦 听舒服的没有坐侧面的 大腿的 您这我这又穿着裤子 哈哈哈哈 发个围我还回想 口味了 口味了 口味不怎么样 天津那阵 我还我小时候呢 我好听不觉 我都坐侧面 我都坐正面 我不坐侧面 我纳闷 我侧面你什么也看不着 表情也看不见 声音也不好 你坐正面多好 不能就坐侧面 哈哈哈哈 我让侧面一看我这才明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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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侧面跳我就抢不着了 哈哈哈哈 一个个 你说唱大鼓的 你要那么大身上干嘛呢 哈哈 你过来吧 刘派 刘白帐 啊 少白派 还有落派 身上最大的就是刘派 都是 那三谷啊 水谷啊 都是这个 再大也没有 你抬腿 天津能飞 哈哈哈哈哈哈 前两天看天津唱大鼓 咱甭提示谁了 现在在天津还萧萧有味 可能四十多岁了 一个女同志 唱的还真好 唱什么呀 赵云结江 你说人家旗袍吧 人家都开到侧面 他开前面 哇 人家 真有什么 他开到这 哎呀 你说那玩儿 而且就是这身上 哈哈哈哈 哎呀我就听底下喊他 好旗袍啊 你啊 哈哈哈哈哈哈 唱个紫棋听琴 你穿旗袍不好吗 他穿一吊带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闻同志 来一个 红色的沙 啊 黑的 里头吊带 哈哈哈哈 没穿的区别 哈哈哈哈 那叫唱大鼓的呀 我的观众也评论 唱的是真好 你说说历史吧 过两天我过去 就这个 网上有 找就能找着 哈哈哈哈 这能上网的 哈哈哈哈 有照片吗 哎呀 唱大鼓的 没必要穿那么性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这毕竟呢 是 传统的艺术 现在 刘宝泉刘先生 有一段珍贵资料 拧官 你看人家那是什么样 你买 孙淑君 孙先生 那我心目中 喜欢 老太太唱得好 你看人那这穿上 都是有法 不能胡来 现在 好然是黄头 上来太平多词 哈 哈哈哈哈 哈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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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人家的 哥哥 你咋头剃了不好吗 哈哈 黑球务实上 日凡风俄 德认涉一未醒 张云维 唱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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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军 真可恨 咱们仙人少庆了 没话这就不少了 最主要他还叫小辫张月雷 他也没小辫呀 以前有小辫 小时候您在网上查 张月雷的视频唱得真好 现在唱得也不错 就是没嗓子 长期唱歌高音没了 现在都是低音的 但是有味儿 全国年轻的来说 他算是 有味儿那是不洗澡的 那不洗澡 哦 它有味儿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不好 还下一把听 咱们就这样吧 咱们前文书啊 说到山西大也虚了 当然有没来的观众 咱们 那就没必要再往前倒书 咱们一倒书啊 六七回啊 哈哈哈哈 应该说六七天 一天一半钟头 我把前六七天给人说一遍 当然我是落地 反正也庆不上 人家这二位飞马姐夫 我们人家熟的 经常来 哈哈 彩花 彩花贼 女彩花贼 九尾妖呼入四针 把小家里的感觉好 分子多了 分子多了 里面专注白云生 还有一个漂亮的公子 扣在了房子 还有这样的女的 调戏男的 男的死活不从 哈哈哈哈 我就没碰见这样 哈哈哈哈 谁不想 对 哎呦 露真 白云生呢 是什么什么 少侠爹 杀了我 我呢也不聪明 两看三个人 性命修处 外头喊上了 啊 啊我说 陆苏真哪 啊他们不同意 啊我同意 啊你出来 咱们两个人嘎啦嘎啦 实在是 徐良道 陆苏真还挺高兴 你看 你们不同意 他有人同意 我听这商业呢 还挺嫩 估计错不了 就算长得难看 我也跟他 感觉一出门 差点没把露宿真吓死 哈哈哈哈 徐良这模样太难了 三分不像人 七分倒像鬼 人不人鬼不鬼 长得跟吊死鬼一样 面塞紫阳干 刷白刷白的白眼眉 三角眼眼角还往下搭了着 咽勾鼻子 老片嘴 嘴角往下搭了 大片牙 黑牙根 可能吃饺子呀 没弄好 上面还张针韭菜印 哈哈哈哈 往这一站溜筋绑 大长腿 怎么看怎么看 陆苏珍不白给 一看白眼眉 当时知道 山西岩绪 话不投机 当场动手 那屋里绑着的那三个人心里有底 先说 三个道 那就没问题了 我们百分之百得救 放眼网 当愿滚桥 入宿真之子 徐梁不好惹 先发之人 阿崩黄 撒 老剑可就冲出来 往前一步 出来 一招仙人之路 剑将奔徐梁灭本就来 山西大雁是玩耍打斗 大陆苏珍这怎么用不着 之功之六 跨步闪身 一箭扎空 徐梁往旁边这一躲 陆苏珍也不白给 女淫贼呀 没两下子 能当淫贼吗 万一翻 哈哈哈 可天可倒是一天保健 哼着就过来 保健没到 风险到 徐梁一低头 躲开 五个照面 陆苏珍不行了 五个照面也太短了 您想 徐梁那是什么身份 打一个女淫贼 往三十回合打 那徐梁太饭头了 这保健怎么炸 炸不着徐梁 陆苏珍心想干脆 三十六计走为啥 啪 徐梁一见 薄剑 交道单手 脚尖一眼 分身上房 上房他喊了一声 臭鬼 你家姑奶奶告辞 脚尖干落到房上 徐梁能让他跑吗 我说 我说 你把陆苏珍咱俩还没搞了呢 你给我留步 你连晃身形就蹦起来了 眼看就追上陆苏珍 山西大雁做梦也没想到 再看陆苏珍 尤打白本党里 把手绢拿出来 五色迷魂爬 顺着徐梁脸门 就这么一袋 尤打里边 冒出一股白烟 山西大雁拿退了一声哭哭 摔倒在地 金丝大魂倒掉了 九尾妖狐往下一路 美 哈哈哈哈 臭鬼啊臭鬼 都说你有能耐 怎么样 到了 还是得死在你孤男人的见下 我这一见下去 我就扬名天下 屋里那三位 哎呀 是说三哥呀 你太不应该了 我们中这五色迷魂爬有情可怨 你这么大的徐梁怎么也能中这暗器 那彻底弯了 必然等死 再探路宿贞 齐网剑奔徐梁就来的 这 宝剑高高举起 这剑也举起来 陆宿贞定睛一看徐梁 都看则可 一看徐梁吓得是捏呆呆发了 再看山西眼 没闭眼睛 三交眼一眨门一眨门 眼珠唧里咕噜乱转 出路宿贞一呲哑 仔细一看 鼻子眼里好像堵着点神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冷神的功夫 也就刹那之间 再看山西眼 一个鱼大堂风声蹦起 照着陆宿贞面门就是一拳 陆宿贞吓得哎呦了一声 撒腿就跑 怎么回事 徐梁多有心态 三小斗陆宿贞 陆宿贞扔暗器 三小重暗器倒地 徐梁都看见了 按理说啊 一个倒了徐梁就得下 徐梁没下来 瞧仨都倒了 他再下来 心想他这个东西一抖了 人的阿T一声就躺下 甭闷 准是迷眼 这怎么办 这个东西你不能闷呢 闭气不能闭这么长时间 有主意 也不打哪弄了俩棉球 沾水堵鼻子眼里 那怎么闻呢 假装作息摔到栽子 陆宿贞跑徐梁 能追上 没追 屋里还绑着仨呢 真追陆宿贞去 真要来一个贼 把这仨人捅的怎么办 也罢了就跑了吧 你可记住这酒鬼妖呼陆宿贞 没死 后门书可有用 简断结束 山西宴把三小孩的公子救下来 这只三小佩服 三哥 也就您 我们真白白 您太有功夫了 您怎么就没躺下呢 您怎么就没扔过去呢 啊 你们三个人还是锻炼啊 你看我有这个东西 我把这个东西塞到鼻子眼里 我什么都闻不见 徐梁是 鸦鸦门门的 你怎么看也不像一个练武术 三哥跟我们走吧 讲次数都集坏了 让我们出来找你 哦不行 那我不能回去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 这个白菊花燕飞 还有国家四报 好像是落在团城子 我要夜探团城 三哥 您一个人夜探团城 那可太危险了 哦不要紧 龙潭虎穴 山西人也要去闯一闯 哎呀嘛三个人把这公子送回家 不要管我 实在不行我就回店房 好三哥 你可多加紧身 三个人护送着公子回家 咱们暂且不提 但说山西燕徐梁 一个人施展日益 飞腾腿十二个字的陶子工程 直奔团城 团城很了解 您听这名字 团城跟个团是圆的一圈 那是南七省头一个大贼窑啊 南七省祖瓢霸子在那 府邸太岁东方明 掌中一口金翅燕领导 打遍天下没有对手 这团城里边消息埋伏 不计其数 多少成了名的侠剑客去是九死一生 那脏坑井坑梅花坑 初天努力天努 成了名的侠剑客在里 想一个人进团城 徐梁可帝无团城 也是义高人胆大 假如我山西人有梦呢 徐梁是做梦也没想到 这一进团城 惹出来杀身之路 简断结说来到团城这一看 这城墙可够干了 徐梁那工夫不错 这这一看这城墙 山西人发愁了 那望华丽丘丘的 往不上去 想一跺脚 飞身上去 门都没有 借助飞抓白链锁 尤打白骨囊里把链子掏出来 抠上飞抓 飞抓飞上去 把这防瓦勾住 就跟现在这个登山运动员似的 徐梁三纵两纵就上去 往房上一趴 飞抓收好 往下一看 黑隆隆隆的 不见了 侧日天 静得让人害怕 徐梁星说这我下不下去 我也不能要在房上趴 这我要真下去 底下有个线坑可怎么办 都说团城有消息的来法 可再哪儿我不知 正发愁 静清邪的那块 有人说话 哥哥 咱下去不下去 徐梁 咱老在房上带着那不行 谁说不是呢 怎么这么近啊 好家伙 这玩意底下哪儿是相坑 我也不知道 徐梁一听怎么意思 不光我一个人 还有人夜叹团城 顺着声音一看 我把徐梁一双夜叹 伸手不见不直的情况下 那徐梁看得比什么都清楚 往侧里一敲 房上趴着两个人 这二位正收飞抓 往白马党里放 一边收一边留 这家伙 下去你是不是 扔个飞黄石 别人家 这就是扔个飞黄石 不管用 兄弟要问你蹦下去 我看看 蹦下去我掉坑里了 你没事 不是你掉坑里我再救 你救我 你堆着你还得过他呢 哎呀知道 你别人下去就好了 谁说不是 这俩人就这么叽叽叽叽叽叽 做梦也没想到 山西大雁的徐梁 站在两个人身背后 徐梁就这么看着这二位 这俩人 已经说徐梁轻功得多高 就站到两个人背后 这二位都不知道 徐梁心想太好 我正愁不知道哪是坑的 哈哈哈哈 算你们俩兔崽子倒霉 哈哈哈哈 这俩人 这俩人最好不是 我真希望再来一个人 徐梁心想来了 哈哈哈哈 下去的不是我 是你们呀宝贝 再看徐梁 探双手 就好像 鹰拿兔子一样 把这二位多梗子 可都搭住了 搭住之后举起来 往下一扔 这二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兄弟走啊 下头有一个坑 脏坑 脏坑 净坑 梅花坑 这个净坑呢 不是说干净的坑 里边都是白灰 石灰 这叫净坑 梅花坑 里边是刀尖朝上 掉下来就死 这叫梅花坑 脏坑 脏坑 里边都是下 干水啊 石啊 脏坑 相当现在的下水道啊 哎呀 这二位东 啊都 掉进去 猪八剑掉到干水桶里 租赤坑 这二位都不知道怎么下来的 兄弟你推我看看 我没推 往里坑里一掉 那坑里都有串铃哪 有一根线上的绑着铃子 下东西一发 竟竟串铃 串铃死刑 再看周围 灯穷火把 仗如伯仲 诶 有人掉里了 有人走走走走走 拿了拿了 出来一摆摆好人 钱都拿了脑钩 好 掉了去了 勾上来 脑钩往下一涮 勾住了 走 大小伙子一用力 就把这二位给搭上来了 冲冲冲了冲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确得冲啊 哈哈哈哈 那一身屎呢 玩儿子 哈哈 凉冲水 凉冲水 二十冲水都冲不干净了 鼻子眼里嘴里耳朵眼里全是 哈哈哈 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凉冲水泼完还不是不冲呢 你不冲它固定 这一冲整个洒一开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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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位好像对水啊还不适用 一来水还张嘴 哈哈哈哈 嗯 啊 不是 混上了呀 走道啊 别走双 听见了吗 唉 走道 走 单数 不能走双数 双数是陷阱 单数是实地 徐良美 咳 咳 你们两个帮帮你求求的 啊 谢谢你们帮了陕西人一个大忙 你们两个人干嘛要掩探团成 那可能这是老天爷要帮我啊 你们两个倒霉催子 走单数 不走双数 徐良跟在后面 孽族 千都 就进了团城 啊 而且徐良不提 但是说这种带来号 把这二位 押尽了 巨一分赃厅 你看 大厅啊 哪是巨一分赃厅 分明是森罗宝典 正当中坐这一位 这位 长得挺漂亮 但是太凶了 披头三发 大白脸 大眼睛 粗眉目 狮子鼻 方海口 俩大山蜂儿 穿着一群讲究 往这一坐 文太山一般 一瞧身后 站着四个宝庙 都有块儿 一绷劲儿 嗯 健美 后子还有一位 给他扛着这一口 金赤燕铃刀 谁呀 南齐生总瓢吧 大多 有人夜叹团成 压上来 说声压上来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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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二位往大厅里一压 屋里人全无鼻子 太难受了 成了酥花味的 大哥 就这二位夜叹团成 俩掉坑里了 东方亮站起来瞧了瞧 二位倒个腕儿吧 倒个腕儿 陆林的黑话 报告名字 倒个腕儿吧 姓王 叫头腕儿 姓李 规矩腕儿 高的这叫灯腕儿 锅生起腕儿 这都是 废话 真正现在向上演员 吊坎儿 说的这些术语 不是真正向上的术语 都是贼话 都是 贼的那种对话 真正向上演员 内部的术语 现在会得不多 金文生金先生会 老头说了几句 听着跟外国话似 听不懂 二位 倒个腕儿吧 咱俩也不说话 说话 说话 哎 嘴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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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 难怪不说话 嘴里 您就想象吧 足食足喝 哈哈哈哈 先压着再冲头再冲头 主要竖口啊 哈哈哈哈 这回细致多了 咱比刚才强点二次压上来 哈哈 这回得倒个腕儿吧 哈哈哈哈 有名有号 不能告诉你 给爷来个痛快 想折磨我们俩门儿都没有 指挡团成 南七省 同一个贼友 您东方圆文爷 南七省总飘瓦子 多一跺脚四周乱颤 您有能耐 我们就是敢来 想问我们俩为什么来 你瞎了心 给爷爷一个多 这一番挂不了紧周围的小贼气坏了 哼 大哥 多了他 大哥 再一看 让这国 多了他 巴里皮 这大根没事儿了 来吧 怎么着都行啊 想打听我门儿都没有 徐良在房上 徐良倒要看看这二位是怎么回事儿 东方良已经乐了 哈哈哈哈 二位朋友 干嘛呀这是 嗯 一笔写不出来两个武林 甭问 二位也是闯荡将军 就凭你们两个人敢夜叹团成 就说明你们有能耐 不说都要紧 乖 旁边过来一位 我说大哥 咱们放过这俩 让咱们绳索解开 这俩桥放个吧 大哥 这就放了 跟咱们无冤无处 可能是琢磨咱们团成子呀 新鲜 想进来瞧瞧 不要紧 放了 哎 东方良这一句话 就连这二位都纳闷 东方原来 您看改口了 东方原来 真放我那俩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我说放就放 好吧 您放之前好好洗洗澡 换套干净衣服 哈哈哈 要不你从我这走着出去 也能让人打死 哈哈哈 这二位 走了 又回头瞧了瞧 互相递了个眼色 还嘀咕嘀咕 两个人回来 一抱拳 袁大爷 都说您 一摩云天 南七省总挑拔 南七省投拔金交椅 光有这个耳闻 今天一见 我们哥俩服了 您问 您问什么 我们俩说什么 徐良一听 按条大致 啊 不愧是南七省投拔金交椅 真有办法 硬的不行来软的 有的人就是这个 人家来硬的 怎么着都不行 哎 你跟他一客气 倒好办事 二位 您这样说说哪来的 袁伟爷 我们 您这不是团城吗 南七省头一个贼妖 我们是北六省贼妖 哦 二位也是吃老哈的 啊 然 我们是陕西朝天陵的 我们大哥叫王继仙 王辽王继仙 我们是王寨主手下 哦 王兄弟怎么样 啊最近挺好 我们大哥呀 有一身宝铠 叫金丝铠 春上这身宝铠 杀一刀枪 但是也大探了 全天下只有一种宝剑 能赐这身宝铠 这宝剑叫虞长剑 我们也大探清楚 虞长剑就在您山上存着 所以我们这次来要盗走虞长剑 别的没有 哈哈哈哈 东方亮乐了小事啊 不就虞长剑吗 何必来偷我 跟我说一声 王寨主来一封信 我就托人把虞长剑给送去 我是九温王寨主大名 他是北六省 我是南七省 我想教他这个朋友 虞长剑不要紧 白 把虞长剑 送给这二位 三句话 徐良一听 高 确实有能力 虞长剑那是保家伙 创当江湖的能有一口保家伙 难了不起 有的人能呢 占武城 有一口保家伙 又给增添了武城 唱快板唱得再好 板刺 一打不批 刺 啪啪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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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知道白菊花究竟在不在这儿 跟我没关系 我找白菊花去 徐良飞身下来 刚想走 就看前面 就看前面 就看前面来一位 这位长太难看了 那边这书里怎么喊着人这么多 大脑袋 这边做天 跟冬过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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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咽搅 900 这前面书咱们说了 这是徐良收了的义子肝儿 徐良把房书安鼻子给削下去 因为房书安说他是徐良的肝老 自良一动之下 把他鼻子削掉 房书安说这样了 我认你当肝老的了 徐良也烦着 你看房书安闹到团成了 这我得团成 飞身形来到房书安身背后 朗不定一拍 把房书安吓得 这会儿没鼻子 都疯了 你看是徐良 房书安愣了三秒钟 爬地上 蹦蹦蹦直颗响头 有你得赖上 吴小儿书安有礼的 我把你求求的 我赶紧起来 你吼不要叫我干爹 你多得说服 我多得说服 我53 我才35 不行 人龙不能乱 干爹好 人龙气得这么强 我都疯了 他说啊 起来 宝贝 白居花 可烙在团成 你爹呀 你烙在团成啊 你就在团成啊 我见过呀 真在团成 你真在团成 四宝可在 嗯 这点 我不好带你呀 我可在 你在呀 在呀 房书安愣 往周围看了看 你干爹 你这藏真龙呢 藏真龙都是消息 你跟藏真龙 你可别去呀 你去就搬了 不好了 搬一句话 现在可在 你现在不再走呢 干嘛去了 不知道啊 你竹风圆 晚上他半生去了 反正他真是落在这 我连天就回来 跟爹就快走 我这地儿待不得呀 房书安在这 嘟嘟囔嘟囔囔 说了半天 徐良有的听懂了 有的也没听懂 他这个语言 他得慢慢来 才能接受 说啊 你给我做个仙 以后会有什么事 我就向你打枪 您放心吧 赶紧快走吧 好 书安 老板 那藏真龙在什么地方 你那个便区呢 我告诉你 就在前头拐过去 哈哈哈哈 把这地儿告诉你 书安 我走了 你爹那个便区啊 你要去我就成功玩了 哈哈哈哈哈哈 跟房书安抬起脑袋来 再找徐良 踪迹不见 徐良心想没工夫跟你废话 按房书安说的路线 去找苍真龙 别说 还真有能龙 就听这个墙里边的 有声音 说 说 嗯 徐良一听怎么一声 什么动静 飞身上方 往当远一看 徐良可就漏了 一瞧乱里头 有这么 三四十号 可没有男的 全是女卷 短一斤小大八 一个个漂亮 那就英姿撒爽 铿枪玫瑰 哼 这一站一个个 有拿枪了 有怀抱着刀了 一看当院 站着两个屋 一个穿绿 一个大红 那阵 我们这两个事儿 搭配也是美 现在 后看着 火炭红跟火势 那是银根绿 银根绿这位 长得是真漂亮 漂亮可是漂亮 眼角眉梢 带着千层的煞气 手动 一杆大枪 火炭红那位 也不难看 眼角眉梢 也是千层的锐气 一看就特别骄傲 手里拿了一口 钢刀一压刀 两姑娘在这练武呢 徐良那是武术大师 什么招数没见 按理说徐良应该走 他是去藏真楼 他叫这两个姑娘 给吸引住 不是说两姑娘漂亮 把徐良吸引 两个姑娘这身 能没把徐良 给吸引住了 那浪漫于求求的 他这个广场 才有高人的 那这两个姑娘 可又能为了 好 又独到之处 你看就看吧 这人就是这样 这看他一头鹿啊 他就忘了 他就忘了自己干嘛 忘了在房上待着 也忘了在团承 更好 那俩姑娘又独到之处 好 这个这个动法 不错 枪法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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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车架过一夜深人惊 压本人都看着 人家没喊好 俩姑娘就这么练 徐良这一声 好 起了嘎吊 三楼这一声 好家伙 就好像平静的湖面 人家扔块石头似的 一万一个就炸了 谁谁谁 谁帮女贼一个个来 真厉害 女的要是会无数 比男的很 女贼往往 比男的凶啊 撒 冲刀的冲刀 亮枪的亮枪 谁谁 哎 两个人 你下来 你吐国 你下来 几三楼一看 房上吊着一位 下来 干嘛呀 咱问 才华倒流 徐良就腻为这四个字 徐良那是政治的人 最讨厌人家把自己当成是才华贼 你想报个目标了 那我就下去陪俩姑娘玩玩呗 徐良也是好灰蟹 这儿搂了一声 我可不是彩华贼 我下来了 你这身子就是彩华贼 你们这个院里又没有坑啊 我们这儿没坑 你下来 全飞升下来 我们这儿一站 二位姐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从这儿路过 我可不是彩华贼 我有媳妇 你傻废话 谁问你 大大爷干嘛呢 啊博士 啊博士米露了 啊我想找厕所 啊没想到啊 我找到你们这儿来了 哈哈哈哈 姐姐你没洗澡吗 我就洗了 你究竟是个谁 这阵借着灯光一看 耍白耍白的白眼眉 这是徐良的logo 哈哈哈哈 你看白眼眉呢 就错不了了 你没事染个白眉目干嘛呀 我不是染的 我这是天生的 啊不行 你看看 我白眼眉 你可我这儿还有酒菜院呢 哈哈 你瞧 灭塞紫阳干 鹰勾鼻子 白眉目 眼角嘴角往下大了着 防止一战三分不像人七分刀像鬼 一条斜跨金丝大魂刀 这边配着白宝囊 臭鬼 你可是徐良 哎呀 我算你有眼光 我就是山西人呀 哎呀 各位 这一抱徐良 可把两个女贼的侠惯 腾腾腾 退了几步 徐良 姐 他是徐良 徐良 你跑我们团城来干嘛 我当你们团城来干嘛 你们多用管 总之我事来了 没有事的话我就走了 走 哈哈 丑鬼 想来和你 想走 门都没有 这俩女人贼是谁 南七省托拔金交椅 福利太岁东方亮的两个妹子 一个叫东方阿 一个叫东方焦 哈哈哈哈 但是 脆劲 而且这名字也好记 人家团住叫东方金县 东方玉县 这东方阿 东方焦 我也忘不了 东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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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能的 俩到现在 没更像 我手贼都憋着这俩 你长得太漂亮了 又是东方亮的俩妹子 身边这二位勾的啥呢 将来老的 这两个人一般人还看得不上 眼光太高了 一般小毛子不放在心上 必须得是成了名的人 俩才拿正眼瞧 二位现在也不是单身 都有相好的 相好的没在跟前 跟咱们这部书啊 没有关系 徐良 哈哈 抽不赖 徐良 既然今天你来了 就得留两手 让我们看看你山西人 怎么有能耐 说到这儿 再看东方阿 一晃展出大枪 这个大枪一斗是直奔徐良 练枪的就看这斗 枪法好不好 这一拧一斗 一看前头那个枪碎子 把枪用的一转 跟冰盘一样 枪头越多能力越大 我一斗就一个 人家一斗上百个枪头 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颤颤黑为奔徐良就来着 山西大爷往旁边一闪圣 枪刚躲开 东方胶过去 楼头盖顶 刷你都 血往后一撤身 给一刀躲开 还没站稳呢 人家东方阿那胶就过来了 方阿那脚就过来了 脚过来你抖枪干嘛呀 感情也不好记 两个女音贼围着徐良一盗 一枪一枪一盗 徐良没把这俩当回事 赶这一伸手 徐良心里就咯噔一下子 啊 我好意思 我比那个酒味妖呼可又能的 他心说我没工夫陪你们玩 干脆把你们家伙削断就得了 徐良一转身 这一阵 东方阿一等这条青 咔 奔徐良敏门就来了 再看山西 一晃这口 一刀下去 就跟切韭菜似的 枪断 呀 丑鬼 你正着绑兵器迎人 东方脚不干 晃刀过去 姐你看完 斜着就一刀 徐良一转身 让开这一刀 犯子一犯 咔 那刀就两半 再瞧单刀 该收脚刀 一半 丑鬼 你正绑兵器迎人 等着我呢 姐姐走 说着话两个语音贼进屋 按现在终点来说 三秒钟就蹦出来 你看美人手中一条链子飞住 丑鬼 再跟我们比划比划 你那口金丝大欢道 要能把我们这飞抓赢了 算你有能耐 要是赢不了 丑鬼 嘿嘿 恐怕你今天是必死不一 张 抓着玩意儿不好链子 他带链子呢 你耍不好容易把自己捆上 弄不好把自己挠一下 后头是链子 前头跟个手似的 五把杠奏 一般这都是暗器 这两个女人贼 飞抓是兵器 就好像两条金龙一样 就把山西岸给围住了 徐良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 不好 行不行这两条抓也太快点了 怎么躲也躲不开 一个没留神 叫人家两条飞转 坏了 那坏了 把徐良这脚脖子给就当住了 姐姐 撂他 说声撂他 双膀无较力 这么大的山西岸 愣让两只女鹰贼给亮躺下 是徐良没能那吗 不是 徐良以高人胆大 没把俩女贼放在心上 也没脚的这抓能怎么样 这一把徐良撂躺下不了紧 徐良手里还拿着金丝大环刀 心想刚才 你 你刀枪都让我削断了 我照样削你这抓不完了 一转身 徐良可就蹦起来 把金丝大环刀举过头顶 开 说声开 金丝大环刀就削在这链子上 耳轮中就听点 撒 刀下去链子没断 火光似声 呦 徐良这才知道 人家这抓 包家伙 再想 撒呀 没断 两刀没断 周围小丫头就过来 哎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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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徐良给压住 砰 码尖头龙二背三下五出二把这么大的山西燕徐良放起来 那女人才美 我说啊 姐姐 哈哈 你说咱俩多弄脸了呢 都把这个城北山西燕徐良给拿住 咱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咱哥哥钱 他得多高兴啊 可不是吗 妹子 哎 小红 你看着徐良 剩下的人 跟我走 姐姐 咱们要走了 我问徐良跑了 怎么办 干脆 弄了一大柜子 把柜子里东西拿出来 把山西燕徐良撕到柜子里 外边上诉了 小红 看看啊 千万别让他跑了 小姐您放心吧 错不了 众人赶奔前头 徐良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 你知道现在店多贵吗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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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说你骂好我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早前的店 昨天买的店 昨天买了 买了400个字的店 我这个冬天呢 费店 夏天感觉也费店 冬天我以前租房的 刚开始啊 刚开始来北京啊 毕业 那这一个月零花钱呢 就700个家 我倒退 倒退几年呢 倒退五年了 700啊 也不算多 北京消费太高了 我们巷上班呢 零花钱都少了 我的那最多的一个月 1200 好像表演班呢 男的女的一个月零花钱 5000 真的 我来打听啊 我们中系 我们那是成教学院 成教学院 MO本院 中央信剧学院 中系本院 人家正宗 培养人才 成教学院是怎么回事的 招来学生 招一堆大团 在学校攒一块 动不动就收钱 就是收个这钱 人家收个那钱 学费也高 学费确实比人家 本院要高两倍 这钱攒下来 本院缺钱了 从成教学院用钱走 这么的意思 向上班呢 人家本院不要 就给发到成教 所以向上班 在那个校园里头 算是一道 亮临的风景线 您各个出来呀 是都跟盖棒在的 有多破 有多破 我们班也有趁钱的 是因为考标准班 没考上 得了 考向上去吧 向上班本来招的人就少 可能招三十个人 连报名的呀 才二十来人 不够名额开不了 好多表演班 没考上去 没考上不要钱 考向上班 向上班呢 有风拱 风拱他有名啊 哎呀 哎呀 在一个表演班 表演课 我们表演课老师后 我们表演课老师是常立 教张子怡的 您听一下张子怡啊 都是这老太太培养出来的 他跟风拱啊 关系不错 哈哈 想想啊 哈哈哈 私交不错 他就负责表演 有很多那表演班的学生 就羡慕向上班 我们和常立老师教课 别的班那个表演课没人上 我们班的表演课 好多是外班的 向上班的人少 向上班人对表演呢 不太重视 就是拍话剧 弄一个话剧片段 几个人排 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那这儿我是真没考虑学的 啊 头一天教作业 叫这个 主持人训练 你甭管是模仿电视台的主持人呢 还是自己瞎编一档节目 你只要把这作业完成就行 我这头一个 人家上堂课布置作业 我睡着呢 我一番表演课文 睡觉不爱上那个 我觉得表演是这样 我觉得无聊 叫我 没准备 他想没准备就让我下堂课来吧 老太子真厉害 就发战去吧 好 那一步子 人就看我在那发战 一个一个的走 有的最可气 也没做 也带人聪明 人走到台上 攀谱开篇的第九天 唱 请您欣赏 评书联播 这就下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恨的 那没办法 这是表演课 有意思 练什么 解放天性 练这个男女接闻 好歌 好 就这好 嗯 不过咱是抽签 你抽招女的 我算命好 哈哈哈哈 评议多少 我还是总抽招男的 哈哈哈哈 抽招男的 当然不是真亲哪 两个眼一侧 让人仿佛看着是亲 但是之前你得做铺垫 哈哈哈哈 没有同路 没同路不行 哈哈哈哈 他就要钱就这点戏 真正亲上来一身 有的那男的是真直接 女的还正做戏的 那楼来就亲 哈哈哈哈 竟是因为这个搞的对象 抽签 练接纹 练什么呢 练这个 学狗 学动物 学动物 学狗 我耗子 学什么 大象 蛤蟆 学老鼠 学老鼠 就是自己团一个团在地下 所以跑得快点就行了 然后学点生意 我一般就是学狗 狗好学 玩玩叫两个就完了 有的呢 就往地上一躺 直直的一躺 那这是什么 我学区 哈哈哈哈 中友 这是我们表演的歌 好玩极了 现在想想中戏表演课 确实是有意思 应该是好好学 练这个走台 解放天性 什么都得练 装疯子 大街上 装神经病 那得让人觉得你真是神经病 你演这个人物 你必须又得试这个人物 它跟曲艺不一样 话剧你必须试它 我演郭德纲 我投入进来 我就试郭德纲 你相声评书就是模仿 你不能试 这试就不对了 天天早上起来 表演班的 没有起来的 都是副家资历一个歌的 我那还跟对象 在在座正正睡着呢 呵呵呵 这一户是什么样的 不是 它是什么呢 分楼 我们住的那是集体宿舍 便宜 集体宿舍也分等级 最便宜的一个月 一年 最便宜的一年房租是5000块钱 里头呢 12个床上下铺 有一大桌的公路 然后每个人一个那种铁柜子 就跟现在早堂的那种在 没空调 没电视 没电扇 不 什么都没有 连纯净水都没有 这是最刺的 我们那种人能 我们那是六千多 九千五可能 那屋里是六个人 没有下铺 都是上铺 下铺呢 自己一个还写字台 自己一个立柜 里头有电视 有DVD 有纯净水 这是二灯 最好的呢 最好的一屋是四个 也是下个写字台什么的 就是多一个空调 有电视 有DVD 有纯净水 多一空调 多少呢 四个 多少呢 这个能七千多吧 七千多 这是机器宿舍 再有一个就是红龙 四人公寓 哎呀 真好 相当于现在 一个小异居 自己的阳台 自己屋里的床 当然你都得自己买一钱 床你得自己买一钱 他不给你提供床 他就给你电视 空调 春秋水 然后床自己买一钱 都是弄床垫的 住两年挺美的 等我 我没在这儿住 我那太贵了 我现在想的也不贵 一年呢 一年是八千 对 那这儿觉得八千是钱了 在那儿住 一半就方便了 哦 哦 搞对象 在哪里头 哦 我那穷 我们也得搞对象 箱上班 不是说箱上班 都得当太监 哈哈哈哈 慢着让女的呀 穿上军大衣 装男的 混上去就完了 Rabbi 查楼 还有 军大衣一蒙 就在集体宿舍 我们畅学着大 还有35岁的 我岁数小的十六 宗教学院 岁数不一样 还有一大妈妈呢 四十多岁 不知道他干嘛 你要领一个进去 其他的医护人怎么办 什么 你要领一个进去 其他的医护人怎么办 我就想 拿你轰出去呗 别的无睡去 哥你准备都不错 但是都是表演班干这事 想班一般都不弄这 洗澡 暗凉水泼 三十五岁那老头 本来他就有点哆嗦 鞋子手里抖 说下站台上的抖 就是天生的毛 暗凉水泼 泼完之后 我们热热乎乎的洗 人提前回屋 那一锁 我们好光平 又在楼道床坐 学校里头 现在回想一下 校园还是挺有意思 取校不做下 取校 我没住个校 但是我打听了 取校啊 宿舍里边打架 现在的一样 一进那个楼道啊 就都是 闲你学味着 没别的 天天打架 是不是今天那口口眼花 我拿着天干 我拿凳子 拿凳子打 铁柜子都是 打完之后踹柜子 一锁锁一天 不让吃不让喝 晚上放出来 成是错误 下回要不饭了 就行了 下回饭还很过两天 就是这 哎呀 有的是老生欺负新生 新生觉得 哎呀我家里有干这个的 取校就是家里要有一个说相似的 大小再有点瓣 或者这人再拜个诗 了不得 那时候您算 谁要是扣着假轮啊 那在学校就能 就能吹吹了 把假轮的徒弟 哎呦 静折了 现在想想丢人 拿这个杨广业 好像没挨过打 在学校 一般 俩男子看着一个女的了 一般 看这十里墙 我这边有六个小弟跟着我 我这边有二十个小弟跟着我 六个的就得把这女的给我 要不然我们就大爷 静折了 宿舍 取校呢 对文化老师不尊重 上你课就是这一面子 一般上文化课有睡觉的 有的就是超段子 我还算不错 我还知道写作文的 咱们还念了一年 还受过表彰 真正专业课 说谁没事 把专业老师给骂了 那全校学生一块打这学生 不 对专业老师极尊重 田丽和田先生 魏文华 魏老师 那在学校 微信极高 谁要给我欺负老先生 大校长都没事 所以对专业老师必须要顾忠 这是学校啊 从建校以来到现在 还有我的校伙 现在想考取校的别去 现在老先生也少了 田丽和田先生也不教科了 我们那间还知道学习 到后头都不知道学习 没什么进来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 谢金 谢家的夫人 没什么进来 大伙都看着人 没什么进去就来 文字本一身 这是我们 天津老校 昨天说后台这些女的 不乐意大力他们 真的 也不怕哥给他们 不乐意大力 我跟他们拍事 我本来 你觉得事 你们得有反感 所以大伙认为 我这人讨厌 别人都跟后台 甭管谁了 咱就甭踢别的 太敏感了 不乐意大力 我得跟我们这个 好 这我们按辈子来说 我们得叫奶奶 因为谢金 是文字的 谢金的父亲 谢天顺先生是宝字的 大伙 谢金是文字 扣的王世辰王先生 以文山先生带拉 所以他嫁给了谢金 我们就得叫奶奶 其实我们挺不论 叫您奶奶的 你知道吗 本来是同龄 这叫傅小敬 以前也是关东 那么漂亮的女孩 都怎么让谢金 我的手里 你别看谢金 搞对象是真有局来的 让老实八交的 不闲山不入水 人家来那阵听相声 哎 谢金没事 就往外头溜了 开始还没觉得怎么样 后来不然咱们 谢金出动 跟人聊 慢慢人 勾到手里了 挺好 我乐意跟他斗 不是说他展的漂亮 我乐意跟他斗 咱们的后台票上的多了 大脸脸 没那么多事 没事一会儿来 德文社好玩极了 因为我在千金 夏儿大会干过 上学校那阵 哥给一块搓团 千金夏儿大会的后台 跟德文社不一样 德文社都是师兄弟 所以都有个担担 都没事 你要说谁回不了家了 这主动开车给你送一回家 要说这买吃的 一买买五六分 大伙一块吃 都是这样 天津没这 吃饭 在一个摊吃饭 每个人坐一个脚 都坐一块 坐一块结账 这样 现在可能 现在不知道什么样 可能国内这就是这样 因为本身 我就是千金人 所以我对千金人 就太了解了 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脾气 差不多就得了 有瓶酒 弄俩果汁 还能吃个驴肉皇上 就挺不错的 不过向往人们 大腕住别墅 千金人不向往这 基本上就狗吃狗喝就得了 那那阳光 阳光快乐生活 为什么那火 天津人就拿性格 没事 这就笑了 大伙一乐会就完 所以千金的向上火 比北京的听这个味儿就在这 他跟这个生活听进 北京故事 我得拼些 我得奔三千 我现在是副经理 我得往经理上拼锅 慢慢我弄个赌市长 千金人 也不能说都这样 胡德纲老师 我师父 我高丰 这都是改于拼搏 那谢金这就是 还差很多的歌 我刚才在搞对象 那是挺拼搏的 很狠 我们这个小奶奶能跑趁了 就说一下 评书这东西 就是聊天 到天津 您没听过金先生说书 在北京金先生给书听 您到天津 您听金先生说书 好 且不给书听的 这一下午 也不知道老头说什么 同一个扣子 那边听清宫秘石 我三足武器 惹出来杀神之火 听了一个星期 天天拴这扣子 你到底讲讲三足武器 也不知道老头 天天在台上说什么 我录音回去听去 听完 说的都是加不长 李不短 没有说给书听 北京这点就不错 北京要从头到尾聊闲板 把自己生活给大伙聊一遍 那估计大伙非骂街坊 今天杨普通啊 说这个叫什么呢 叫画腊签 原来应该是泰文齐案 他也不怎么不说 非要来画腊签 他说我要正规的 说一说单口相声 我得对得起观众 我说你说这画腊签 还在哭泰文齐案 给我留了两个钟头 在这也干过 两个一下午 我自己盯一下锅 说三四个钟头 真有惨的时候 来了五个观众 还是俩搞卫像的呢 哈哈哈哈 你去别处搞 你去搞戏玩 你说 进来就就啃 你说我看不看 我看看吧 我看不看 我不看他吧 我也是人呢 是不是 哎呀 听我半个钟头 把这二位看着就出去了 快扫住吧 就头牌 还有一位 就现在小柳 哈王家伙 我说你也走不就完了嘛 因为给一个人说下 他确实觉得 没遛到小柳 确实觉得别扭 他就这么看着你 哎呀不乐 哈哈哈哈哈哈 就跟审贼似的 哈哈哈哈 我就对着他讲吧 哈哈哈哈 那天还说得大无一 比键连音 他说完那个 我就换段子了 说不下去了 受不了这打击 那是挺惨的 真有一个人的时候 还有回戏的时候 当然那天没午 那天是郑豪老师 跟郭克明 郑老师先说一段 两点开 一个万钟都没有 老师真敬意 对着他说了半个半天 把服务员叫进来 冲着椅子 说了一个半钟头 然后该郭克明说了 郭克明说 您说了 对椅子说 那我也说了 哎他刚站着 怎么那么村 进来个女的 可能也是老观众 忘了是谁 忘了是谁 好像是他 坐着听完一段 都有这个 惨的时空 刚开始啊 他还行 一阵好 一阵坏 因为什么呢 利益啊 咱说实话 那只票价 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听我们那人疯了 金文生金先生才三十 我师父郭德纲 在这屋说才三十 即便我们三个人 定一下我 我郭克明徐德亮 也不值 什么都有横梁 现在我们二大伙 请金爷 你这样金爷说的是真好 我们是真不休 我来慢慢降价 现在二十 咱说实话二十 现在天津也不便宜 天津十五 不论现在 就是管杯茶 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听说那事 您才天津多少钱 三个钱 请金文生先生 三个钱一下午管茶 金先生给带着骨儿 瓜子儿 花生 西瓜 切大块一块吃 三个钱 刘立福先生就不服 怎么金文生说书就能卖满 我怎么说书就没人听 我就得呕这口气 我绝对不能比你便宜 你三个钱我就三块五 他就尝尝三块五 就比金先生多五毛钱 还显得中国有面子 天天的义人啊 都是说的 可能旧社会过来的 这种想法啊 让咱们现在年轻人不能理解 刘先生的书是好 但是呢 得是相当有文化的人才能听 你拉车的听不了 五分钟就能哭了 好像评十字歌夫 评了四十分钟 我听着都困了 我那阵还学着呢 你不知道他要干嘛 满嘴知乎者也跟你清朝人坐台上 那阵我还赶上过 我们这位大伙都没听说过了 杨立恒杨先生 老先生说了解 现在没了 说的真好 就是人脏地儿 大夏天的穿一个中山装 深蓝色中山装 白头发 胖 地下搁一个弹筒 这有谁 这生意 我说这不准就在这儿娘 哈哈哈哈 我在这儿小六岁 不懂 在这儿娘 哈哈哈哈 我当都是老头儿没女的 就我妈带我进屋 好像大伙都愣了 没见过这样的 他干嘛好 说五分钟 哈哈哈哈 一会儿 说的真好 第二天我还想去听一听 上课听不了 就听了那几次 我是可能五块钱一张票 也没录音 那老先生要录音到现在 也给我们后背留下了不少财富 我说那个时候评书啊 都不是高人 现在再说实话 我杨可通 杨可通这货都能说出 郭文明 跟我们孩子们 说回家也不回家 健全在这儿泡 我还说一听 天天聊 现在北京说出 咱说实话 我师父好 王伟伯不错 连心而说 连心而说好 我不爱听 为什么呢 连心而说啊 听着就像朗苏 不能投入进去 所以就差点了 现在这个演员的实力 都慢慢往下降 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还是闲言少叙吧 哼 我说两个女贼 你们俩还说是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两个女贼到前边 哥 哎 这怎么着呢 哥 两个人往路这一走 再看东方亮 这脸 大大就沉下来 火壮灵亮 心说这前头都是什么人呢 大大小小 说句不好听的话 全是贼 贼 那什么贼都牛啊 就有那个看您好做的 你们俩没出格的大姑娘 跑前头来干嘛 哎呀 真是 岂有此理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你 那个时候 奉剑 男女受受不清 你对男人 来干女的不行 那个时候 今天来这三个女生 都不能出门 这得好处了 是 是我们经理给来了 哈哈 哈哈 大娇 你们俩干嘛 对吧 给您报一个大喜事 什么喜事 现在咱们陆林道 最恨的人是谁 哥 您最烦的人是谁 白眼没徐良 您猜怎么着 我们俩的人 把徐良